不老男神吴奇隆与女星刘诗诗因合作演出剧集《步步惊心》 戏甲情侦 两人在2015年结婚 并在去年底宣布成功造人 目前正在台北代产的刘诗诗 上月更被募集现身阳明山与吴奇隆的亲友一起吃饭 3月10日是刘诗诗的32岁生日 几个月前便专心在台北陪老婆代产 但一直以来很少在社交网络放闪的吴奇隆 准时在零时零一分更新微博并上载照片 照片中是有人以焰火画出心形 虽然看不到画的人是谁 但难得吴奇隆有这份的心思放闪 也令龙诗两边的粉丝大为兴奋 有一直追踪龙诗恋的粉丝 更称这次是吴奇隆婚后的首次在微博 为老婆送上生日的祝福 难怪有粉丝留言说 终于看到你们俩晒恩爱了 几年的龙诗粉不容易 另外消息指刘诗诗的预产七世五月 不少粉丝都心急为龙诗的爱情结晶品起外号 并引用刘诗诗的逆称狮子王和吴奇隆的霹雳虎 管小宝宝叫小星巴和小霹雳 不过要配得起这个名字 貌似最好是男生吧 不知道这肉是否符合实情呢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